作为人是上天给予的,但保持我们的人性是我们的一种选择。 环顾四周,我们是否是做了好的选择在这个世界上过个人类生活? 我们是地球上的智慧物种,我们都需要有自由、快乐和爱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。 我们一起在第五船上一同旅行,但不幸的是,这艘船充满了漏洞,将沉入海里。 谁在第五船上造了这些洞呢?如果我们失去了人性,那就是我们在这艘船上攒了一些洞。 在一幅老漫画里,一个囚犯步行时,列子绑着他的脚,列子的末端是一个钢球。 忙碌,竞争,上瘾,冥望,贪婪,污染,欲望,战争和灾难,这些都加起来形成一个附着在人类脚下的钢球。 试想一下这个囚犯走路时有多么困难。 人类应该生来平等和自由,人的价值比财产,教条和传统更重要。 我们逐渐失去了道德和良知,没有同情心,不诚实,不尊重,没有人情味。 金钱很重要,技术很重要,但我们都把这些东西提升到了人类的头上。 人类成为二等商品,它使良心是非不分,诚信毫无价值,金钱和权力就是一切。 科技进步很快,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物质享受,但很多人因为这种进步而失业。 制造业劳动力不断减少,服务业劳动力不断增加,但人们比以前收入少了。 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工作,他们会变得愤怒和忧郁,它会升级成为更大的社会问题。 同时,有人开发核子武器和大规模毁灭性化学武器,将人类带到灭绝的边缘。 手机让人们像僵尸一样行走和坐下,人们盯着小屏幕,而忽视了周围的人。 抽烟,酗酒和吸毒成瘾,让我们花费大量金钱,时间和精力在这些不健康的事情上。 我们把经济和科技当作为头等大事,忘记我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资产。 看看未来或科幻电影,未来的社会都是黑暗,沉闷,冷漠。 机器人,计算机和互联网可以帮助人类做很多事,但它仍然缺乏人类的温情。 即使是人工智能机器人也可以模仿人类的行为和声音,但它就像玩偶一样而发出人造声音。 无论这些技术能发展到和人性多么相似,它仍然是虚拟现实的东西,它仍然只是一种工具。 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生物,所以不要让没有生命的电脑,机器人和人造智能来取代我们。 即使人工智能机器人比人类更聪明而更强力,在人造智能技术失控之前,我们仍然可以限制这些发展。 如今社会内部,寻求及时满足的人很多,利用技术转变基因产生人造婴儿,利用各种助推器改变了自然循环周期。 如果我们想保持我们的人类身份和完整性,我们应该用自然的方式来提升我们的能量,力量和智力。 希望我们都能做到正确,而不是容易。 为了保持世俗的消费习惯,人们必须加班加点才能收之平衡。 看这么多的电影,看很多节目,一天24小时的时间表都不够我们用,我们可以在那里可以找到安息之处。 人类通过几千年历史来发展道德规律,不能被百年的科技进步推翻,因为我们仍然是人。 我们需要良知、伦理和道德,用生活真理来维护人与人,人与大自然的关系。 我们作为人应该是所有物质事物和我们情绪的主人。 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管家,有责任好好照顾这个地球。 所有的人类发展都应以人类幸福事业为主要目标。 人类的生命本来就是宝贵的,我们逐渐失去了人类的身份,人类不如金钱、数据、商业和技术重要。 如果我们不控制这个世界的状况,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祸害。 让我们再次成为人类不是口号了,我们需要采取实际行动来扭转这世俗潮流。 感谢观看